你敢相信 任我行的吸星大法有可能是真的 之所以把人吸别 那完全是因为他利用的大气压强 据说有人在给油罐车进行蒸汽清洁的时候刚好下雨 工作人员在内部温度还未降下来的时候 立刻关闭阀门 这是天空的雨水 迅速给油罐车进行了物理冷却 经过一定时间之后 油罐车最终受不了压强差直接被压成铁饼 这是真的吗 今天亚当和夏娃就来验证这则留言 他们进行了小型的实验 找来一个外形跟油罐车一样的牵筒 在里面装上一点水直接进行加热 直至里面的水达到沸腾 然后关闭火源 静静等待它冷却 15分钟过去了 它依旧没有变化 只有不断地发出砰砰砰的声音 在20分钟的时候 突然一声巨大的砰 将铅筒压扁至变形 不过为了之后的油罐车内报 他们还需要精确的数据 于是他们再次使用了同样的铅筒 同样的实验手法 只不过增加了真空测量仪以及计时器 接下来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 试验结束 经过查看得出 在真空抽取器的帮助下 蒸汽冷却需要8分钟 筒内的压强达到了0.47的标准大气压 这还仅仅只是在明火加热的情况下 若是直接使用蒸汽清洁 让气达到更高温度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于是他们再次使用相同的铅筒 使用蒸汽进行一定的加热清洁 再次等待气冷却 令人惊奇的是 这次的内报需要的时间更低 挤压的程度更大 这可能是因为蒸汽清洁使其拥有更大的能量 接下来他们又尝试了 将三个铅筒连在一起的内报实验 很显然 内报依旧很强烈 得到所有的数据之后 他们来到了真正的油罐车的面前 即将要在这里进行一次内报的实验 亚当先是对油罐车进行一次检查 他穿戴好安全绳索 直接爬进油罐车内检查 紧接着工作人员 将油罐车的一切出气口全部封闭 下来安装好消防喷射装置 准备对油罐车进行物理降温 紧接着对这个大家伙进行一次蒸汽清洁 不过要让油罐车的温度达到极高 必须要有漫长的等待 所以过了三小时之后 亚当将要前往油罐车的顶端把阀门关上 紧接着启动消防水管对其进行物理降温 经过漫长的等待 气压缓慢地下降到0.9标准大气压 一小时过去了 油罐车依旧没有任何的动静 所以他们停止了实验 准备再找来一辆有些腐蚀的油罐车 并且使用功率极大的真空泵进行升温与降温 最终将气压稳定到0.9标准大气压 之后再次等了一小时 但是油罐车并没有变化 于是 他们决定将油罐车的坚固外表打破 使用大吊车将一块石头移至车子的上空9米处 直接扔下 再次启动真空泵 气压在逐渐变化 他们的耐心也在逐渐变化 直到压强达到了0.77标准大气压 最终油罐车突然砰的一声 直接被强大的压强插挤压成米 由此可以说明没有一点损坏的油罐车是不会发生内爆的 因为油罐车的构造是十分坚硬的 但只要油罐车经历过一点损伤 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发生严重的内爆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